目前已知一共造成9人死亡 4人受伤 根据目击者指出 肇事男子驾驶黑色轿车 在市政厅附近逆向行驶 撞上两辆车后冲上人行道 众岛民众 附近店家的顾客听到终极巨响 纷纷起身往门外查看 死者中有6人当场死亡 另外3人在送医途中死亡 4名伤者均已送医 肇事者是名68岁男子 他声称是车子突然失控加速 造成车祸 警方已当场控制嫌犯 初步排除酒驾嫌疑 但是否是疲劳驾驶等原因 都还要后续调查